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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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过去的一个周末里面 央行再次点到要防止消费贷款违规进入到房市去购房 另外在杭州这个地方 手套房的按揭贷款利率是出现了一个上浮 那么接着之前政治局会议上面提到下半年不会以房地产发挡楼市为吃起经济的手段 以及前期的一些融资收紧的一些动作 那么今天在汇率的一个立单因素之下 前期的一些政策逆风依然没有上去 所以这个板块是进一步走弱 那么万科A 是过去的周末公布了前七个月的一个经营数据 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稳健 但是受到这种政策逆风跟汇率问题 近期 今天的一个走势还是相对比较弱 那么想关注的话 建议等后面一些不确定因素绵朗化之后再去进行部署 那么这个中国国旅方面 一方面是股价是对应着比较高的一个估值 那么遇到了这个人民币贬值 那么市场可能冲紧了这个免税方面的一个出口 这个出油 入境这个国内的一些免税店的时候 可能消费这个人流量会受到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公司今天也是借着一些相关的立单消息是下跌 那么黄金板块待会儿会说 那么种植业板块呢 今天主要是这个据彭博报道呢 中国的一个政府啊 是要求这个国有企业呢 涨停向美国呢进口这个农场品 那么这个贸易摩擦概念股呢 这个农林牧鱼是延续了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涨势 那么与此同时人民币贬值呢 令到一些这个出口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格 作为这种竞争优势的部分这个防制服装股呢 也是表现比较这个积极 那么国防军工股呢 则是受到这个美国 这个美国呢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正式退出了这个中远程导弹协议条约 那么意味着呢 后面有可能会继续返回研发一些这个中程导弹 核导弹 那么这呢是被外界解读成为这个新一轮军事 军备扩张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主要还是针对这个中国 那么在这样影响之下呢 今天这个国防军工股呢 也是表现的比较这个活跃 在早晩的时候 那么今天的一个话题啊 主要聊一下这个人民币汇率破七 冲击到底有多大 那么人民币汇率呢 那么自从这个2014年的时候这个汇改以后呢 就到现在是今天的一个汇价是 创下了这个汇改以来的一个新低了 那么去到这个7.06 05左右 那么七呢是之前一直都说这个心理关口 但是呢早盘跌穿之后呢 实际上市场的一个负面影响啊 这个并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可能呢市场当时在憧憬啊 这个央行可能会做出这个干预的动作 但是呢在后面的时候央行呢也出来这个表态说 啊这个汇率的一个波动啊破七呢啊 啊七呢并不是这个年纪啊 那么啊过去了有可能还会回来啊 啊那么也说了很多其他的一些看啊看法 那么啊主要呢还是要体现出这个人民币的一个波动啊 还是处于一个稳健的波动区间里面 人民啊这个中国的一个啊基本面呢还是比较好啊 那么人民币啊持有的一个资产呢是这个估值呢相对来说偏低啊 拥有比较强的一个信息稳住这个汇率啊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些表达了啊 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回应之下呢 似乎四场市场啊对在下半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反应啊是比较担忧的啊 因为呢会认为说这个上个礼拜五特朗普加征这个关税以后呢 啊再加上今天这个早上彭博报道啊 啊中国停止向美国进口这个农场品呢 啊这个是这个彭博一些报道认为这个啊市场一些报道啊认为这个啊 国内可能会将这个人民币贬值啊作为一种这个武器去对抗这个美国的一个啊光税大半啊 那么如果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跌穿期啊实际上也是啊可这个预料可预期到的啊 所以呢啊下午呢市场是不要担忧 那么具体这个贬值会什么影响呢主要是这个一些北向资金啊啊 啊他的一个流出会加剧会卖出呢 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个中国啊市场股票啊 啊那么呃包括呢今天这个啊以境外投资者为主参与为主的一些这个B股啊 这个午后跌幅也是加剧啊扩大 那么相信呢这个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出呢 会加剧啊这个力弹啊市场的一个情绪呢 以及他们的一些重仓股啊尤其是在这个消费啊金融板块 那么当然这个月呢8月7号的MSCI这个提高那A比例呢 可能会成为啊一个支持的一个力量但短期来看的话呢 这个啊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出啊确实是需要这个我们关注 那么对板块来说的话呢如果是那一些这个主要经营成本以美元计价啊 那么这个美元长负债的一个场口呢是比较高的一些企业板块 比如说那啊民行股啊内房股跟这个造纸啊等等 这些呢是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啊 那么啊相反呢这个以出口为主导型的一些企业比如说纺织服装啊啊 啊这些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有利好啊 啊那么对市场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关注这个2800点的一个支持啊 因为这个8月份MSCI的一个支持啊 那么是看市场怎么表现 但从午后的一个表现特别尾盘呢这个资金加速这个离开 以及3.50的一个重心下移来看的话呢 啊个人觉得这个2800要守住啊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一旦守不住的话呢下面这个2450到这个2600的一个区间里面啊 等于等于有可能会成为啊接下来的这个季度呢 啊这个重心下移之后的一个啊震荡的一个区间啊 所以呢明天可能这个2800这个位置啊是比较比较这个关键的 那么今天呢再说一下这个黄金股啊 那么风险升温黄国际黄国际金价呢是大涨 那么现在呢已经飙到这个1459美元盎司了 那那么这个预计呢短期要这个飞要涨到这个1500呢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那么早上呢彭博了一个报导哈 啊中国涨停国有企业制美国进口农场品 那么这呢是加剧了市场对于中美谈判啊 啊这个停滞或者说不顺的一种担忧啊 那么啊这个影响之下呢避险情绪升温 那么加上呢早盘人民币呢汇率啊快速贬值 那么不排除呢一部分资金是啊去买入了这个黄金的一些啊这个资产 啊那么加上呢这个贸易谈判一旦摩擦加剧的话呢 那么美元后面美国美联储后面降息的一个预期啊将会得到加强 那么美元走弱呢还是利好这个黄金的 那么还有就是美国正式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呢 从地缘政治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也是啊令到这个避险情绪升温 加上呢上个礼拜的时候啊这个伊朗呢方便又结实了一收这个邮轮啊 那么刺激这个国际经济上涨 那么当然了这个国内市场的一些黄金股啊 他是跟这个上海的一个黄金交易所啊 他的一个表现相关数比较高啊 那么刚刚呢啊这个由于黄金这个户户这个上海的一个黄金交易所啊 他的这个涨幅呢比较大 那么已经提高了这个把握政经的一个要求 那么可能近期那边的一个走势也会波动 也会这个啊振幅啊比较大一点啊 所以呢呃短线这个黄金有有机会支持这个相关的个股炒作 但从长期来说呢由于黄金股股性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一旦市场的认识到整个市场啊将出现这个类系统性的一个风险的时候呢 恐怕这些涨幅过大的一个股啊也会出现面临的这个止盈啊回落的一个可能性啊 啊那么呃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国际黄金价呢 我们关注一下1500啊这样的一个1500这样的一个关口位置 如果呢突破的话呢 那么黄金股啊这个股价呢有望这个再看高啊一线 好那么这个上面提到个股哈没有持有 那么明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再见